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2021年的時候,我組裝了一台R9-5900X 是我第一台作為日常生活工作使用的AMD的桌機 使用了將近一年半下來 穩定性都還蠻不錯的,有超乎我的預期 高效能、靜音還有高速IO也都符合我的期待 這次我打算組裝一台外觀一模一樣但是效能更強的主機 CPU選擇的同樣是Ryzen R9-7900X,也就是它的下一代 相較5900X,真的有太多不一樣 從安裝方式、外觀、製程、IPC設計 各個環節都有進步 可以先說個結論 這次AMD透過內建的PPO enhancement 基本上可以做到溫度降低25度 功好只用7成,效能值第2-3% 基本上幾乎沒有差了 實際得到這樣的數據真的是令人蠻驚訝的 效能進步也是蠻明顯的 IPC的性能、提升包括了L2 cache的翻倍 Front End的設計的提升,還有分支預測的能力等等 此外也加入了AVX512的指定級 對於影音製作、深度學習的專業應用來講 效能就會更強 以這兩款CPU來說同樣是功耗解鎖 在R23多核心的情況下 7900X分數提高了36% 3DMark CPU Profile則提高了31% 有這樣的提升我覺得算是蠻明顯的 那我覺得也要考慮到 這其實是AMD兩年時間的成果 這期間對手Intel其實也進步了兩代 是進步不少的 因此可以感覺到 Ryzen 7000系列在市場上 目前不像Ryzen 5000、Ryzen 3000的時候 有那種很香的熱潮 我覺得可以說AMD它在走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路線或是策略 AM5 Saki無法與過往的主機板相容 還有只支援DDR5 都是影響到它銷量的因素 而我個人的看法覺得改用LGA在安裝上是比較方便的 而且通常AMD的腳位可以用好幾代 還有以往5900X它是不帶內顯晶片的 但是我真的是比較喜歡那種內建顯晶片功能的處理器 這樣檢修升級都比較方便 在Ryzen 5000時我甚至為了這個原因有考慮過570G 那這次Ryzen 7000終於有內顯功能了 真的是太棒了 而PCIe GenFi的支援也是這一代的功能 那等一下我們會連著主機板一起講 主機板我選擇的是華碩Proout X6701 Creator Wi-Fi 經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蠻喜歡Proout這個系列的 那不管是功能規格上適合設計工作 外觀設計也比較符合我的生命 那之前5900X因為我等不到X570 所以退而求其次卷了B550 多少是有點小遺憾的 導致我一直有患患病 理性來說其實也沒有到那麼不方便 因為我後來又加了Tengi的網卡做擴充 還有B550豪華的供電 對於5900X來說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次7900X這台桌機 我搭配到X6701 那真的應該是毫無懸念毫無雜念了 這個患患病應該可以治好一半了 這張板子有幾個地方是我比較在意的 第一個就是它具備了Sound Ball 4 支援Sound Ball 4 是我目前選擇桌機 還有筆電式的重要考量 那它晶片使用的是Intel的JHL8540 那這也意味著它未來支援USB4 第二個就是它內建了Tengi的晶片 就不用額外找網卡安裝 安裝獨立的網卡呢 雖然彈性比較大 你可以自己選擇要什麼晶片的 或是可能你可以買一些洋垃圾 去裝有兩個或四個Tengi port的網卡 不過網卡呢它其實蠻容易擋住獨立顯卡的淨封 目前這張主機板它使用的是Marvel的方案 有獨立的散熱晶片 所以我們就不用額外去裝網卡 也不用去擔心 網卡可能會擋住 獨立顯卡淨封這件事情 第三個就是前置USB-C 它支援了USB3.2 Gen2x2 20G OK這個可能沒有這麼了不起的 但是呢這組USB-C它額外支援了60W的供電給外接設備 那你說它電源從哪裡來 沒錯它電源就是從主機板上面24PIN旁邊 又再多加上了一組6PIN的供電 那實際我裝上InWin 905前置的USB後 實際測試USB3.2 Gen2 20G的SSD 是可以跑到這個分數的 那當然也就不用像以前要到後面把IO了 而且同樣測試了一下 XS2000金士頓這顆SSD 循序讀寫都比以往高了3-5%左右 不過之前用的是隨附的線啦 我這次是隨手拿了一條Soundboard來測 那這個有可能是誤差之一 第四個就是支援Wi-Fi6 之前我在5900X的內部影片有提到 因為那個主機板是沒有內建無線網路的 那假設之後需要 還是可以買個USB的網卡 或是裝PCIe的網卡 基本上都跟我預期的差不多 少數的不便就是有時候要測試網路 調整架構的時候 我會刻意關掉NetGear Hangy Switch 那對5900X來說就是沒有網路可以用的情況 那這時沒有有線網路來用 就只能靠無線了 那我覺得這個情況就偶爾而已啦 那人不足讓我為此來添購一張網卡 不過呢 X670這樣的創作者旗艦的主機板來說 那當然是內建的Wi-Fi6啊 那不管是有線無線 就可以有更多的分配和彈性的部署方式 下一個就是支援PCIe Gen 5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五點來講 老實說目前PCIe Gen 5真的是佔未來啦 預計屆時大多的產品應用 對大多消費者來說 用顯卡SSD 感受也不會很明顯 那不過相較Intel對PCIe的做法是8LAN一組 因此在第一條PCIe 116上面 插4條M.2的擴充卡時 通常只能識別兩條 而AMD的做法是4LAN一組 意思就非常適合這種SSD擴充的需求 也就是如果你是116的LAN的話 它其實是4組 獨立的通道 那你就可以拿來做4條M.2的SSD 那以目前PCIe Gen 5x4 大概是1萬M的速度來說 4條RAID的0 理論上就可以達到4萬M 哇塞 40GB 這個幾乎是DDR4的速度了 第六點 我個人目前覺得 AMD給PCH的頻寬真的是比較小 PCIe Gen 4x4 一條SSD其實就吃滿了 雖然 X670E雙南橋的設計有更多的IO 但是頻寬上我會希望可以給更多啦 在實際使用的時候比較不會卡到Upstream的瓶頸 價格目前也是X670的一個硬傷 在CPU效能無法完全擰壓對手的情況下 主機板的價格卻高了一些 而且LGA17它還有一些優勢 它可以去搭一些舊的二手的600系列便宜的板子 那反觀 M5它目前走的路線跟策略就是這樣嘛 你沒辦法回去搭X570 那但是你換個方向來講 也是說 MD的優勢它是在於 腳位很久遠 一個用10年嘛 那我覺得 用10年多少是有點誇張啦 但是例如之前幫朋友選的 ROG的C8H 後來也是可以換到 R5 5600 以M4 2016到 2022的 67年的生命週期來看 M5未來也是相當可期 散熱器我選擇的是Fractal的Lumen S24 主要是為了配合機殼與整體風道的規劃 加上我認為 MD 不會也比較不適合 狂吃功耗搭高溫度的這種 限天體質來看 加上我個人的調教習慣 用不用360其實無所謂 說實在用個風冷都OK啦 基本上這套水冷還是免費的 而且我現在手上有兩套了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用的第一套在5900X上面的 Duma24 Fractal 後來發布新聞稿提到 他們在產品的製造上有瑕疵 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聽過這波 代工廠製造上面的瑕疵 導致一些水冷品牌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方面呢 Fractal是二話不說 直接換了一個新的給我 那我可能也比較幸運一點啦 原本的那套其實狀況是好的 也沒有什麼溫度提高的狀況 那而且呢 舊的這個是不用收回 它新的就是直接給一套 全新的 說實在有問題的是水冷的部分 風扇是完全也沒問題的 所以其實就變相 拿了兩顆好的風扇啦 那雖然呢 Fractal的價格稍微高了一點 但我覺得 這樣完整貼心的處理方式 還是蠻值得鼓勵的 機體我選擇的是 金士頓的Fuery Beast DDR5 5600 這套機體之前用 預設的參數有直接從 5600拉到 6600 而 7900X它的機體的甜蜜點 大約是DDR5 6600 所以目前也是固定在這個參數 之後測完CPU再看看 是不是能夠進一步 去調整 CLO值 那除了規格上的相應性 另一方面就是它是不帶 RGB的超頻記憶體 符合我自用不裝燈的 屌性 Fuery Renegade 這條SSD是過年前評測的 它是金士頓 目前消費級最頂規的SSD 讀寫都能吃滿 PC-H4004的7000M 採用的是Pheizen的 E18的主控 TLC的刻意 寫入說明是2000TBW 那目前這條在通路的價格 我覺得2TB明顯是在甜蜜點 因此那是選擇2TB的 最高是可以到4T啦 電源供應器方面 因為我之前使用的2代測試機 都是用Biquart的Strange Power 11 那個安靜程度 真的是令我印象深刻 即便我是在開放式平台 這麼近距離的觀察主機板上面的溫度 散熱器的 震動還有散熱器的噪音等等 從來都沒有聽到過電源的風扇聲 那當然之前我們在測試 水冷恆向評測的時候就更嚴謹 是用完全分列的風扇 但是以大多情況來講 電源供應器放在機殼裡面 如果夠安靜的話在外面基本上是不會聽到聲音的 那這次我選擇的是同樣一個系列的白金牌850瓦 在Biquart的詳盡的官網比較功能中我可以看到 它的噪音是比同系列其他瓦數低了2分貝左右 那雖然我知道這個2分貝的差異 然而大概也是感覺不出來啦 但我還是選擇優先選它 那目前5900X的機殼就是銀Win的905 這次7900X 我還是選擇銀廣的905 因為放在桌上真的是很好看 保養上也很方便 工作時看到一台美美的機殼在旁邊 看到心情就會覺得很好 而且機身外殼一體成型 從前面延伸到後面 包括底部 都是用同一片4mm厚的鋁鎂合金去打造的 機殼也內建了顯卡的支架可以安裝 像現在中高間顯卡都那麼大張 就可以提供不遮擋的方式來支撐這個顯卡 當然如果你現在是一些旗艦卡 以銀廣905這台機殼 它的寬度其實是塞不進去的 那就看之後有沒有比較適合的卡 我們再來安裝 之前開箱後大概過了半年或幾個月吧 只有網友詢問 為什麼通路上都看不到這一台的展示 也不知道它的價格 因為目前它是屬於客廳的機種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就是跟通路頂 或是可以聯繫銀廣的小編 平常前置的RGB燈我是恒亮白光 不過這次在7900X上 我有嘗試透過主機板控制 例如平常一樣是亮白色 但是當CPU80度的時候就改亮橘色 到90度就變紅色 這樣就可以知道電腦輸出算圖做完了沒有 不過目前實際玩燈還是有遇到一些障礙 像是軟體的反應速度沒有這麼快 還有它有時候其實好像沒有抓到那個CPU的溫度 所以這個我之後看是有解決 或是怎麼樣再跟大家分享 機殼風扇我選擇的是 SPEC的12PWM 那會選的這個主要是因為 FRECTO的LUMEN的水冷 它用的也是這個風扇 我覺得這款風扇外觀還蠻簡約的 有些風扇剛開始測的時候 你不管是 聽覺感受還是實測 它都會很小聲 或是測出來數值就很低 但是用一陣子後就蠻容易有一些異音的 那至少FRECTO的SPEC 在我上一台的桌機水冷也用了一兩年了 我聽起來到現在都還是覺得蠻安靜的 所以這次的即刻風扇 我就覺得乾脆湊一套好了 那就總共有五顆SPEC的風扇 前方兩顆水冷排的做進風 底下兩顆也是做進風 後方一顆做出風 下方的其實它可以安裝三顆啦 不過第三顆的位置 剛好是電源供應器嘛 那它內建已經有風扇了 就不用再裝一顆了 效能方面 我就講我目前的 設定和選擇 所以我會去比較 目前的分數溫度跟預設的有什麼不同 詳細其實我是有去測 還有做更多的超頻的嘗試 不過我覺得我後來做完以後發現 其實預設的那幾組 CP值還蠻高的 真的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做太多的超頻 我覺得如果 簡單幾個按鍵可以設好比去玩後面那堆 以這次的這一代設定來講真的是 方便非常多 華碩的主機板顯示這顆 7900X的體質分 是SP-115 散熱器的分數是159-161之間 如果用主機板內建的AI超頻功能 R23的效能表現是最好的 功耗含溫度也不是最高 其實算比較低的 但是FPU一定會少不過 不過對大多數PC遊戲玩家來說 基本上是不會用到AVX512 開預設AI超頻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而我目前選擇的是PBO Enhancement的設定 在這個底下有三檔可以選擇 90度 80度 70度 目前我是選擇最激進的90度 不過說實在 我內心也還在拉矩 到底之後是要設在70度呢 還是設在90度 我會比較支持90度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會覺得90度算非常高的溫度 而且畢竟我都已經用上水冷了 一壓個70度的感覺就有點浪費那個水冷的散熱才能 相對預設的情況效能提高了1% 功耗卻只有97% 溫度也降低了5度 不過70度這一組的設定是真的很香 相對預設情況效能只損失了2-3% 而功耗大幅降低到73% 溫度也大幅降低到70度 哇70度這個低溫用風冷都能壓了 也因為散熱的壓力很小 其實我有試過 如果調低了水冷的水泵來壓低那個水泵的聲音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選擇 那總之 目前我還是用90度的設定啦 看看之後裝什麼顯卡然後散熱整體有什麼想法 再來微調 另外就是上面這些測試都是高負荷的運作 實際我們平常去使用電腦的時候 是不會一直油門吹到底的到100%嗎 除非你就是 在做R23嗎 或是你在做 影片的輸出 可能 這個情況下它是高負載的運作 不然其實大多數遊戲 那個CPU的負荷它通常不會是吃到滿的 所以不管你使用了PBO Enhestment的設定 還是主機板的AI超頻 甚至你 就只是用預設 平常如果是上網或是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溫度和功耗都不會到的這麼高啦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測試主機的時候大多都是用2.4GHz的無線鍵盤 但是 後來發現不知道為什麼很容易斷線 可能是我這邊 干擾太多了 所以我後來就主要是改用有線鍵盤 目前有一把是Cougar的 還不錯 晚上改BIOS的時候就不用開燈了 因為它有鍵盤背光 對我來講我蠻需要的就是print screen的實體按鍵 因為跑分完也是需要做截圖 那它剛好也有 那這部影片我們也來做個抽獎 寫出你想要用Ryzen 7000系列的處理器 裝出什麼樣的規格的電腦 那我們就抽出 兩位 一人一隻 Cougar的 X5的滑鼠 邀請您按讚 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電腦 放置 Cougar 我們下期 光明 Cougar 是 速記 點 很不妙 唱 啊 很不妙 啊 有